让龙浩尘黑化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实力有多强 龙浩尘受到浩月的法阵牵引 来到亡灵卫免为他的突破护法 孤身大战无数亡灵骷髅 以及一名实力达到六阶的尸巫 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 龙浩尘虽然拼尽了一切手段 但依旧难以阻挡尸巫的脚步 就在他重伤陷入昏迷之际 一股神秘的力量自他体内觉醒 让他轻松秒杀了六阶尸巫 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从尸巫临死前的惊呼可以得知 这股力量正是天谴之力 而他的来源则是正在进化的浩月 自从其时圣山相遇开始 龙浩尘用自身鲜血帮浩月换血 让其在圣魔大陆存活了下来 而作为回报 浩月与其签订了血气 二人体内都有彼此的血脉之力 龙浩尘在对战师乌昏迷后 他体内属于浩月的血脉之力觉醒 让他爆发出了远超六阶的实力 具体到了什么层次却无从考究 因为这是动漫的原创剧情 太过夸张 对比之前的光明之力的暴走 龙浩尘瞬间能与龙星宇过招来看 他当时的实力至少达到了五阶层次 如此才能弥补灵力质量上的差距 再加上光明之子力量对量的增幅 龙浩尘才有攻破龙星宇神玉阁党的可能 浩月的血脉之力远在光明神之上 龙浩尘的实力也远不是当时的准骑士 达到了五阶大帝骑士的层次 因此浩月血脉觉醒后 他的实力至少达到了七阶的程度 加上天谴之力对亡灵的克制 龙浩尘能蹂躏六阶狮屋才能十分轻松 为什么推断一定是七阶呢 首先狮屋的实力并不弱小 虽说天谴之力对亡灵有克制作用 但作战场地毕竟是狮屋的主场 同为六阶的龙浩尘能战胜他 但是却不可能做到碾压 狮屋连他的防御都无法攻破 至于为何不可能是七阶之上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是亡灵大陆的亡灵君主们 如果龙浩尘爆发的是八阶实力 那么他身上的天谴之力 会惊动亡灵大陆上所有的亡灵君主 来的便不会只有巫妖王和死亡骑士二人 而且龙浩尘此时如果有八阶的实力 浩月完全没必要着急离开 毕竟他是清楚亡灵君主们的实力的 八阶的龙浩尘依靠血脉优势和天谴之力 完全拥有与他们抗衡的实力 第二个方面则是魔族的感应 魔神黄丰秀察觉到了天谴之力的威压 但是却并未对此表示惊慌 新魔神更是掌握不了浩月的行踪 如果龙浩尘觉醒浩月血脉之力后 实力达到了八阶的程度 根本无法躲过新魔神大禹严肃的搜索 魔神黄丰秀也不可能如此风轻云淡 毕竟八阶的浩月实力直逼神级强者 没有神格的风秀即便拥有百万灵魂 也依然没有伤害他的能力 这种事对知道浩月恐怖的魔族来说 无疑比毁灭圣殿联盟更加重要 因此龙浩尘觉醒浩月的血脉之力后 实力定位在七阶是最为合理的